我們先來觀看一下 剛剛介紹到這個地方 怎麼樣去做出比較線 所以我們新增一張統計圖 然後我們就現有的資料 可不可以算出來就是各年各月 應該怎麼做 所以是不是我要有一個建檔的日期 跟總價 但是我們會希望看到的是聚集在一起的 有1到12月 但是我們這邊是不是少了一個圖利的資料 圖利資料是不是要去放出年 所以我們直接在哪裡去做比較快呢 那我們還是直接回到這個資料編輯裡面 直接到Power Query 銷售 然後直接去選這一欄去做複製資料行 然後直接增加一個年的資料 所以滑鼠右鍵轉換年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欄位名稱改一下改成年 好了那這邊我就關掉了 關掉之後直接套用這個變更 套用變更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新產生出來的年 放到圖利這邊 好那當然我們用折線圖來去呈現 就變成這樣子了 好重點是我要加 我要加線條 因為最終我要講的絕對是預測 預測就是我要知道說 2010年的4月大概是多少 這件事 但是我們先做管理層面的應用 所以呢 先請你們先完成到現在這樣子一個階段 當我們今天這張報表 它本身就具有比較的性質了 舉例來說 2008年跟2009年 有些人比較的時候 他是針對那個點來去做比較 舉例來說 假設現在是20 我們這樣來思考了 假設現在是2009年的3月31號 或4月1號 4月1號 時間點 是不是在這邊 他就會希望在這個地方呈現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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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黑色 黑色 大於 綠色 因為2009跟2008年來就比較 如果 黑色 大於 綠色 這個時候我們就呈現 假設是 綠色 燈 綠色也叫 燈號 那如果小於 像這個地方 他就直接呈現什麼 紅色 直接提醒主管 因為主管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可能 他想要知道說 現在到底是賺或者是虧 他不用去看細節 譬如說 如果他還要去分析說 哪一個紀錄 哪一個業務 哪一個產品 那是不是就會浪費一些時間了 所以他可能只要 做這樣子一個管理 那所以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即時管理 我相信未來 如果你請問我們團隊來去合作 你應該會有這樣子一個要求 但是什麼時候會需要 尤其是在救災的時候 救災 救難的時候 否則平常你可能跟我講說 月報表就可以了 一個月統計出來一個數值就可以了 甚至連州可能都不需要 因為他沒有那麼即時的危害 所以相對的 我們至少 假設以月為單位來去看的話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 2010年4月1號 那這一天 你會發現一件事 同期比2008跟2009來說 都是下降的 那你這時候 就應該要想辦法了 希望能夠至少 要跟2008一樣 是要持續上升 想辦法讓他上升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會先用 第一條線 第一條線來做管理 首先你可能想要知道 就是說那平均呢 平均 什麼叫平均 好我們直接在這個地方 這張資料表裡面 點選這一張 這一張就可以看到什麼 平均線 點選加入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你不能直接就叫平均線 我覺得很多地方的一個描述 都要精確一點 以免到時候你主管看這張報表 他一定會問你 他一定會問你說 請問這個虛線是什麼 對不對 這很正常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應該把這個名稱改掉 改成人家全部都看這種 應該這是什麼 例年銷售平均線 應該說銷售平均線 銷售平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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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按一下 Enter之後呢 這裡面我們的一個量值 這個量值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你应该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大概是 这边可以看到 70个百万上去一点点 大概就是这个 就是平均值 那请问有了这个平均值 您不仅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思考 我们呢 差平均值一点点 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的 很大的机会 应该要想办法往上升 接下来呢 把这条线 请问您觉得平均值的线 应该 该不换一个颜色 如果你觉得要换 那就直接换一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 这边透明度 透明度 透明100%透明就等于没有 比如说完全不透明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线 再来它的样式是虚线 也可以做成实线 或者是那个叠种的线条 比如说虚线 那点线看一下 点线也有一个名称 就是有些人他会把它叫做 dash line 就是点线 而且还可以写这样子的程式 再接下来位置 这个位置是指说 我等一下要放置资料标签 是要放在前面 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变前后 好 接下来资料标签呈现出来 这个是值 这个是值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文字 文字的部分 我可以呈现 名称跟值 就是销售平均线 然后70个百万 70个百万 好 接下来 那这个一大堆数字 其实这样不太好看 其实我倒觉得说 70个百万还不错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显示单位 假设我们改成百万 这样子 70.85个百万 那这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 是不是也可以去调整一下 字的颜色 下面色彩 这个色彩 好 例如说字的颜色 我习惯是 如果线条什么颜色 文字就是什么颜色 所以这个文字字型的色彩 一样改成这个颜色 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 如果说你今天 是不是都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所以您这时候 你暂时可以把位置考虑 我放在后面 好像没差 他没有放 好 那水平位置靠左 那我们就靠右 放在后面 这样大概知道我的意思 因为 因为如果 这边是我们绝对 是我们的重点 可是因为它是参考的资料 你应该是要在 就是 呃 有标示 适当的标示位置去呈现 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说 要看这条线哦 这条线我们现在呢 2月 2月份表现的比平均值来的高 但是3月份下降的 下降 然后接下来期待4月份 我们要向2008年的4月是上升的 好 就请你们先做出第一条 管理很重要的平均线